那体脂肪过高的人 那个肌肉量又过低的人 然后新手会建议他来去做 我们的长跑型的训练 因为对他来说 他是一个耗损型的运动 但是我想问一下 像一般人就想到减肥 就想到说我要做有氧 像这种传统的减肥方式 但是呢刚刚我们刚才破解了很多 就是重训的一些迷思 所以我们要想请问教练 有氧减肥跟这个重训的减肥 它的差异在哪里呢 那个大家想到减肥啊 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跑步嘛 对不对 那我们的有氧运动啊 依据我们的最大摄氧量 所使用的能量的比例 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以最大摄氧量低于75%的 中低强度来说 它所使用的能量来源 是我们的脂肪 还有我们的糖类跟蛋白质 那有氧运动 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 减少脂肪 那体脂肪过高的人 那个肌肉量又过低的人 然后新手会不建议他来去做 我们的长跑型的训练 因为对他来说 它是一个耗损型的运动 对 那在没有基础基硬的情况下 来去做长跑型的训练 会造成一些疲劳性的损伤 那一开始新手都会有一些 新手的蜜月期 所谓的新手蜜月期就是 不管他在做任何训练 都会有一些明显的进步 那但是只要时间一拉长之后 他就会开始停止 他就不再会进步了 这个样子 那所以有氧它很重要 我们可以利用肌力训练 来去搭配的有氧一起使用 成像会更好 大家都开始很想要找这个健身教练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新手开始训练之前 教练你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测 来测定这个学生的身体状况呢 那我这边推荐一个 还蛮简单的动作给大家 好 那大家可以先准备一张椅子 好 我们椅子这个样子放着 那记得我们在做过头深蹲的时候 我们的脚跟要站的跟肩膀一样宽 OK 这样子脚尖是朝前的 好 然后把我们的双手高举过头 手臂记得是要伸直的 OK 好 那等一下我们要去做深蹲的部分 我们屁股这样子往后推 屁股碰到椅子之后再站起来 然后重复做 下去吸气 起来吐气 那记得在做的时候 如果发现 我们的膝盖这样子夹起来了 那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大腿肌肉可能比较紧绷一些些 或是小腿肌肉比较紧绷一些些 就可以知道 我们是要去放松我们的大腿内侧肌肉 跟小腿内侧的肌肉 好 那我们看一下侧面 也是一样手举高 我们这样子做 那如果发现在做的时候 他的腰这样子凹下去了 就可以知道他的下背是有问题的 或是他的脚踝是有问题的 或是他核心肌群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在做的时候 在蹲的时候 他的上半身这样子趴下去了 那有可能是他的背肌有问题 背肌这个方面 跟他的胸部这个方面是过度紧绷的 所以我们就要去做一些滚筒的放松伸展 来去放松我们的背部肌群 还有我们的胸部肌群这个样子 对 所以这个过头深蹲的动作 可以分享给大家这个样子 好 陶教练我们刚才 听你介绍了这么多 有关于健身 那我们现在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都开始想要找教练来健身 那对于这个新手开始训练之前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要做一些身体的健康检查嘛 那接下来如果真的要运动 我们应该要开始做什么样的运动开始呢 像是在我们的运动开始之前 我们会做一些暖身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要做我们的棒式的启动啊 或是一些螃蟹走路的启动 启动我们的臀肌之类等等的 要告诉这些肌肉说 我们要开始运动了 所以这个样子让我们身体先去暖身 然后再去进入主训练的部分这个样子 OK 好 像是这个动作要做棒式 那刚刚也有做到过 也是一样要让我们的手肘在我们的肩膀正下方 一只脚伸直之后 另外一只脚跟着伸直 那记得我们双脚要并拢 我们的大腿屁股肚子要同时用力 想象肚子是一颗气球 用力的吸气绷进我们的核心 再把它慢慢的吐气吐掉 记得做动作的时候 屁股要夹紧不能耸肩 再来是这个动作要做墙壁走路的动作 它是启动我们的背肌的部分 在做的时候 我们的弹力都要绑在我们的手掌心这边 OK 那记得我们要挺胸背部打直 我们的肚子屁股大腿要同时的用力 那我们手臂要全程贴着我们的墙壁 上去的时候吸气 下来的时候吐气这个样子 对对对 那就可以启动到我们的背肌的部分 好 那这个动作是桥式 这个是下半身的腹 下半身的这个暖身的动作 好 这个动作是桥式 那这做桥式的时候 记得我们的背部是要贴平着地面 然后脚是这样呈现的三角形 脚跟站跟肩膀一样宽 然后脚筋微微向外这个样子 那记得我们抬起来说 我们的屁股膝盖跟我们的背部 肩膀的部分 是要呈一只条直线的这个样子 对好 再来这个动作是我们的那个螃蟹走路 在做螃蟹走路的时候啊 要记得我们把我们的弹衣带这样子撑开来 并不是我们的那个那个 那个脚这样子撑开来 是要把我们的膝盖这样子撑开来 对 然后在做的时候记得是屁股要向后推 膝盖不要突出去 对这样子会用到蛮多大腿的 这个动作是让我们的臀肌的启动的部分 然后再来这个动作是我们的蚌壳式 在做蚌壳式的时候 记得我们身体要侧躺着 脚是呈现一个三角形的状态 那我们脚板跟脚板之心要贴着 对 然后再去撑开我们的弹力带 在撑开弹力带的时候啊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骨盆来去做转动 只能用脚的力量来去这样 撑开弹力带 也是启动我们臀肌的部分这个样子 对 那这个教练 我们刚才有看到弹力带 我们知道弹力带就是有分嘛 那弹力带大概一般来说 就是要几公斤的 几公斤的会比较好呢 像是弹力带啊 他们是分成磅数跟公斤数的 对 那我们要如何区别磅数跟公斤数呢 对 就是我们公斤数除以0.4 就会等于我们的磅数这个样子 对 那我们要去分别 比如说15公斤 20公斤 25公斤 30公斤 哪些弹力带是适合哪些动作呢 像是刚刚做的那个螃蟹走路啊 我们就是比较适合用30公斤的弹力带 来去做动作 然后再来就是15公斤的话 会比较适合 我们去做那个墙壁走路的那个动作 来去启动我们的背肌 对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做到8到10下这个样子 对 才是适合我们那个弹力带的强度 那可不可以请教练 然后我们示范说 有哪一些重训的动作吗 好 那我们先来示范下半身的动作 那我们介绍的第一个动作是做深蹲 那我们就是一样握着这个杠子 OK 那记得我们脚站进去的时候 要站在我们的杠子正下方 身体这样子钻进去 平胸背部打直 记得我们的背部不能这样子弯掉 好 那记得我们的手肘不能这样子往前放 我们是要这样子撑起来 像是一只鸡翅膀一样 站起来 稳稳的往后走一步 再往后走一步 那我们做深蹲的站距啊 我们脚跟站跟肩膀差不多宽 脚尖就微微向外这个样子 那我们手也是一样 这样子撑起来 蹲下去的时候 要想象我们脚是插进泥土里面的 OK 膝盖这样子撑开来 直接稳稳的蹲下去 站起来的时候吐气 屁股大腿跟着一起用力 站起来 再重复一次下去吸气 膝盖撑开 蹲下去 站起来吐气 好 那我再来讲一下 它会常常出现什么错误呢 其实当我们在蹲下去的时候 有些人忘记把屁股这样子往后了 所以它就会变成膝盖这样子做带长 我们的膝盖就会压力特别大 就会比较容易做受伤 对 好 再就是第二个错误就是 当我们在蹲下去的时候 它屁股虽然又往后推了 但是它的身体会趴下去这个样子 就会对它的下背造成蛮大的伤害 那其实当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钢子的正中心 是要在我们的足弓这边 OK 这样子去做 才会比较安全一些些 对 好 再就是我们硬举的动作 我们硬举的动作的话 我们脚要再站的窄一些些 要站的跟屁股一样宽 OK 脚筋要微微的向前 对 好 当我们在做的时候 挺胸背部打直 我们屁股肚子大腿要同时的用力 膝盖 我们的屁股要正式往后推 膝盖微微的撑开来 也是一样 让钢子在足弓的正中心 下去吸气 起来吐气 下去吸气 屁股向后推 身体往前倾斜 到我们的膝盖下方 再吐气回来 好 那我们硬举会常常出现什么错误的动作呢 就是当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的杠子离开身体的正中心了 这时候就会对我们的下背 造成蛮大的压力这个样子 还有在做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脚筋会这样子翘起来 膝盖是完全伸直的 对 所以造成我们动作不稳定 也会容易造成伤害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到我们的杠子在伸直的正中心 下去吸气 起来吐气 好 这个样子 对 好 那再就是做我们分腿蹲的动作 当我们在做分腿蹲的时候 我们脚也是一样 要站得跟肩膀一样宽 OK 好 现在我们把我们脚的正中心 脚的重心放在我们右边这边 左脚这样子直直的往后踩一步 下去的时候吸气 让我们右脚 让我们左脚的膝盖直直的跪地 身体会有一些些往前倾斜 那记得我们这边的膝盖 不要这样子往前推出去 手这样子插腰 吐气的时候 用我们大腿跟屁股的力量 还有核心的力量站起来 站起来 那我们就重复做 下去吸气 起来吐气 下去吸气 起来吐气 下去吸气 起来吐气 好 那我们再来示范一下 它常见会有什么样的错误呢 就是当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下去的时候 会有蛮多人把我们膝盖 往前推出去 那这样子会对我们的膝盖 造成蛮大的压力 这个样子 对 所以当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是要想象 那我们后面的脚的膝盖 是要垂直的 在地板上面 再垂直的起来 然后重心都是在足弓正中间的 在身体正中间 这个样子 好 再次是做我们的单脚硬举的动作 当我们在做单脚硬举动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站成这个 把我们的脚并融这个样子 对 好 一只脚抬起来 重心放在右边 下去的时候也是一样吸气 起来的时候吐气 下去的时候吸气 起来的时候吐气 对 那动作要点的话就是 把我们力度记得往后推 挺胸背部打直 那膝盖也是一样不要推出去 那再来就是不要弯腰 这个样子下去做 那记得是挺胸背部打直 缩下巴 那不要抬头 那记得缩下巴 OK 那常常做的错误动作的话 就是当我们在下去的时候 有些人会这样子弯着腰下去 那就失去这个动作的意义了 好 再来就是 下去的时候 有些人也会 膝盖甚至往前 这也是比较错误的动作 你要想象的是 我们膝盖它是垂直于地板的 下去的时候吸气 起来的时候吐气 下去的时候吸气 起来的时候吐气 那动作记得要保持稳定这个样子 对 好 再来就是跪姿伏地挺身的部分 可以把我们的双脚这样子跪在地板上 那我们的脚可以这样子交叉 好 那我们手放的位置啊 可以放在我们的肩膀正下方 OK 那身体会呈现一个三角形的状态 那我们下去的时候 记得我们手肘不要这样 这样的太开 只要往身体的方向 才去做动作 也是一样 然后下去的时候吸气 起来的时候吐气 下去的时候吸气 起来的时候吐气 那记得在做的时候啊 我们不能耸肩 这是常见的错误姿势 对 下去的时候吸气 起来的时候吐气 那记得我们腰也不能这样子凹下去 还是要保持挺胸背部打直的 屁股肚子大成同时用力绷紧 下去的时候吸气 起来的时候吐气 这就是我们跪姿伏地挺身的动作 好 现在我们来做水平拉的部分 是在练我们背部的动作 好 当我们在做水平拉的时候 我们整体会站进这个杠子里面 那记得我们的脚 要站超过这个杠子 然后手握得跟肩膀一样宽 身体这样子倒下去 就会变成这个动作 那记得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上半身 不能这样子弯下去 不能躲背 那记得挺胸背部打直 好来勾 拉的时候吐气 下来的时候吸气 拉的时候吐气 下来的时候吸气 就会感受到我们的背部正在用力 拉的时候吐气 下来的时候吸气 对 那记得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 他常见的错误姿势就是 我们在下去的时候 我们的肩膀会放松 就会变成圆肩的动作 大家记得在做的时候 是要保持这个姿势 全都是保持这个姿势 也是要我们的肚子 大腿屁股都是要绷紧的 拉 回来 拉 回来 OK 好 这个是我们水平拉的部分 再来是做我们垂直拉的部分 我们来做引体向上 我们记得这样 双脚交叉 肚子 屁股 大腿同时用力绷紧 好 记得我们在做的时候 要挺着胸 不能耸肩 拉上去 再下来 拉上去 再下来 对 这个就是我们垂直拉的部分 在做的时候 绝对不能这样子耸肩的做 不然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这个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做单柜之肩推 那我们先做一个弓箭步的部分 我们的脚会这样子呈现90度前面的脚 后面的脚也是一样 呈现的90度 OK 然后我们就是 右脚在前面的话 就是我们左手拿着哑铃 OK 那记得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拳也要记得这样子朝前 手臂也是要记得朝前 挺胸背部打直 吸气 核心绷紧 肚子 屁股 大腿同时用力 吐气 推起来 转向正前方 手掌心转向正前方 下来的时候吸气 手肘转到正前方 上去的时候吐气 肚子屁股大腿同时用力 那就重复做 我们可以做12个 然后做3组 这样子做 那之后再换边 对 常见的错误动作的话 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手臂会这样子打开来 那记得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手肘是记得要朝前的 这样子做 对 那记得也是一样 不要总肩 肩膀是要压下来的 做 OK 好 我们也有 观众朋友在问说 想知道瘦小腿有效的动作 像是家里都会有一些台阶 对不对 是 那瘦小腿的动作就很简单 我们就 双双脚踩在台阶上面 那另外一只手就扶着我们的墙壁 好 脚尖踩着台阶就可以了 我们就垫起来 再下来 那记得下来的时候要记得 脚跟要超过台阶 再垫起来 再下来 是 再垫起来 再下来 这个就会训练到我们小腿的动作 好 那有没有受小腹的动作 那我可以介绍一个动作给大家 我们可以做这个 鸟狗式 这个动作瑜伽还蛮常做的 我们也是一样 做这个四足跪姿 手腕在肩膀的正下方 膝盖在屁股的正下方 那记得我们要挺胸背部打直 OK 好 同时动作我们的右手跟我们的左脚 伸出去的时候吸气 回来的时候吐气 伸出去的时候吸气 回来的时候吐气 那记得我们的背部都是要保持大平的 不能让它乱歪歪动 这样子 那想象下背会有一杯水 伸出去的时候吸气 下来的时候吐气 OK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核心训练 那运动后呢 肌肉酸痛其实是很正常的 所以如果有好好的放松肌肉 不但能够减少酸痛 也可以加速肌力的恢复 并且减少运动伤害 我们也请教练来帮我们做现场的解说 好像是这个动作的话 它就是放松我们的胸部 是使用按摩球的部分 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胸肌的放松的时候 我们是要把我们的按摩球放在肩关节 跟胸部这个交接位置 那个交接点 去做放松 然后再去伸展我们的胸肌的部分 然后我们的手指要放在我们的肩膀的正上方 然后身体转向对侧这样子 然后这个动作是放松我们的上斜方肌 上斜方肌的话就是我们踩个弓箭步 身体垂直于墙变成90度这样子 然后球就放在我们的上斜方肌的部分 来去做放松 然后再来是我们把我们的头 这个动作是我们的放松背肌的部分 我们把我们的滚筒放在我们的胸肌那个位置 然后屁股抬起来来去做滚动 然后再来是去做一个半月式的动作 我们双膝这样子跪着地板 双脚并容 屁股往后推 坐着脚跟这样子 双手这样子趴下去 来去伸展我们的下背背部肌群 这样子 对 好 再来就是放松我们的小腿肌群 放松小腿肌群的话 我们会把我们屁股抬高 双脚叠在一起 让我们小腿放在这个滚筒上面 来去做放松的动作 然后放松完之后 我们再来去把我们的脚尖踩在滚筒上面 然后膝盖伸直身体往前压 这样子就可以拉到我们小腿的肌群 再来是去放松我们的大腿肌肉的部分 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 把我们的滚筒放在我们的大腿这边 然后手肘撑着地板 然后开始去放松前后移动 我们脚可以这样子来回勾来回转 所以想像是在按摩一样 那我们大腿肌肉是360度的 所以我们脚可以这样子左右的旋转 再来是去做伸展的部分 我们是踩个弓箭步 我们身体往后把我们脚这样子扳起来 然后去做伸展的部分 记得挺胸背部打直 再来是伸展我们的 再来是放松我们的骨二头肌群 就是我们腿后侧这样子 我们在放松的时候 就是做一个把滚筒放在我们的大腿后侧这边 然后脚要记得往后勾 然后身体的重量往前压 去放松我们的大腿后侧肌群这里 再来就是去做伸展的部分 伸展部分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把我们的脚这样子伸直 脚筋勾起来 然后把身体重心往前压 就可以拉到大腿后侧这里 再来就是放松我们囤肌的部分 我们在放松囤肌的时候 我们让我们左边屁股坐着这个滚筒 然后左脚这样子翘起来 身体重心往左边倾斜 来去放松我们的囤肌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去做伸展的部分 这做伸展部分我们来去做这个歌式 然后记得我们左脚是打成90度平的 然后右脚是往后这个样子伸直 身体趴下去 但是很多人以为就是说 运动后绝对不可以吃东西才不会变胖 但是这是真的吗 接下来营养师的专业分析科 可能会颠覆您的观念 我们来听听看 陈坤志营养师怎么说的 因为大家有很大的一个迷思 就是说我今天运动那么努力 我消耗掉那么多热量 那我是不是就是不要吃 就是把这个热量的扣打存下来 好这就可以死 对那其实就是一个 刚好完全相达一个概念 对因为运动之后是 身体最缺乏热量的状态下 那你这个时候你不去让它补充热量 身体其实是处在一个肌肉纤维破坏的状态 对那你这时候更应该去做营养补充 就是对于瘦身或是震惊 才能达到最大的效果 运动后的那一餐呢 需要去摄取比较好消化吸收的食物 比如像是敏换啊 或是比较液体的蛋白质这一类的 对那如果你今天摄取 纤维量比较高的食物呢 它会去延缓你消化吸收的速度 对那可能就是对于瘦身 可能会比较没有弄好 但不是不建议大家去不要去吃这一类的食物 就是你可以把这一 不含酸食纤维的食物分配在早上或是中午这一餐 就是在运动后那一餐就是可以少去摄取这样 关于减脂的过程不能吃大餐这个意义呢 其实还蛮有趣的啦 因为我看到了一篇研究 他是说就是找了一些受试者 非胖的受试者 BMI大概介于27到35之间 对然后呢 他们的年龄介于大概18到45岁之间 那就是属于一个非胖的体系 对那在这个实验的过程中呢 其实不是要他们要很极端的一个低热量饮食 他们在热量饮食还是有控制的 他们会要求就是以减重体重的7%到10% 这个数字 然后去设计他们的饮食菜单 对那在这篇研究呢 他大概就是用了一天 大概是2300大卡左右的热量去做设计 对 对然后呢 这个实验呢 他很有趣 他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奴重的那个痛苦之欲嘛 那他就会有所谓的大餐 那他把大餐呢 分别归类在中餐或者是晚餐 就是这两组 对一组 餐食人比较多 然后一组晚餐食人比较多 对 然后在这个实验过程中呢 他们会去要鼓励受试者 这些非胖的女性呢 可以去增加一些体能活动 那这个体能活动呢 不是说像是跑步啊 或者是游泳啊 比如这样那种比较 比较聚烈的运动 他只是希望这些受试者呢 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走路啊 或是快走这种运动 所以一周 每次做个一小时的运动 对那这个实验呢 他做了12周 对那 这个实验结果 发现啊 其实在他们的鞋脂啊 或者是鞋糖 其实都有明显的改善 因为毕竟 这个研究是以 低热量饮食的前提去做设计的 在有控制热量的情况下 不管 餐别是在哪里 一定都会爽 可是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 今天 吃大 中午吃比较多的 这一餐这个组点呢 他们的鞋脂啊 鞋糖啊 或者是胰岛素 他们的降低的指数 不会比 再晚餐吃的 吃大餐这个组点还来得好 这篇研究呢 就是提供了我们一个 饮食减重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我今天 如果可能跟朋友有约 可是我刚好又要减重的话 那我可以 就是把我一天所需的 热量去做个分配 那我可以把 假设我今天是月中餐吃大餐 那我就可以把主要的热量 分配在那一餐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